OMG 超難相處的 你說我很難相處嗎? 你也很蠻難相處 對我們兩個都蠻難相處的 彼此彼此啦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軒 今天這個美國打工系列 稍微比較特別一點點 當初我去阿拉斯加的時候 我工作的那個地方 大概有70多個員工 那裡面呢 包括我 只有兩個台灣人 另外一個台灣人呢 他叫溫泉 同時呢 他也是我的室友 那我們是住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大概在半年多前吧 我跟他去晴天岡野餐 然後我們就錄了一段video 那是有關於 我們在阿拉斯加發生的 很多很多事情 那這段影片呢 我一直找不到 適合的時機上傳 那今天呢 我把它剪輯好了 內容呢 我們是以一種聊天型的方式 所以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那我把它分為上下集 裡面的談話呢 我每次看都狂笑 同時呢 又覺得很感動 因為這裡面 一切的一切 都太真實了 我們除了討論 我們在那邊的生活啊 跟同事 室友之間的相處 我們呢 也講到了很多 關於跟溫泉 我們兩個之間 在當室友的時候的磨合期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說 兩個台灣人到那邊 可能就是彼此相依為命啊 然後每天就覺得 哦好愛對方 每天都抱在一起啊 之類的 但其實我們兩個之間吵了還蠻多次架的 那當然呢 也是很謝謝他在這段時間對我的包容 然後也讓我在這段時間還蠻多成長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把鏡頭轉向紅外 秦天鋼 他特別來賓 熊冰冰 你怎麼很圈旺 因為他長得很像阿拉斯加的中雄 跟小小兵 我們身邊的同事都 一致公認 他長得很像皮卡丘 我去那邊很像小妹妹 他明明就沒有那麼年輕 可是在那邊就被大家認為是妹啊 他們真的長得蠻成熟 思想也蠻成熟 而且很會做事情 他們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但是相對的亞洲人 比較被保護的感覺 不知道他們會照顧你嗎? 我覺得應該一部分是文化的關係 不管是誰 任何一個男生 他們一定都會先把門推開 讓女生走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不是故意要耍貼心或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台灣男生 是故意要做貼心給你看 但是他們是真的 他們就是可能習慣就這樣子 但他們就是很自豪 擁抱也是一件很自豪 那我覺得蠻溫暖的 對 被支持的感覺 嗯 但不是要找個男生抱啦 女生也會這樣 女生也很好 而且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要跟學小姐還有蓋小姐 道別的時候 他們是我們的室友 我們抱在一起哭 我們四個環抱哭 然後最後他們兩個還親了我們 親了我們 我真的有親到的 我就說 我已經去玩了 然後 真的親也真心 然後我們還要親回去 我們就四個在一個公共場合 然後在裡面 就這樣 親了 在阿拉斯加運動風氣就很盛行 像我今天的穿著就是很運動風 但是我在這邊就變得異類 因為這邊很多人就是穿得很美啊 穿花裙啊 就來這邊可能就是拍拍幾個美美的照片 但是我覺得我從阿拉斯加回來就是變得比較 不會想要來這邊拍那種美美的照片 然後就打卡的概念 因為我那時候就背那個女士後背包 我真的好丟 所有人都是許少妮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然後裝備超齊全 什麼登山褲啊 然後登山鞋啊 還有頭燈 登山包 對頭燈 然後他們的洋蔥室穿髮眼鏡 然後我就是一個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一個 霧床森林的照片 所以那時候我心情真的很不好 有你還記得我有一天的工作壓力已經大到一個 反正就已經前面 前面累積了很多東西了 而且我們兩個字又在磨合 你說我們兩個字 當時有兩次 OMG 超難相處的 你說我很難相處嗎 你也很蠻難相處 對我們兩個都蠻難相處 彼此彼此啦 謝謝 喔對就是我壓力很大的那一天 反正我們就抱哭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抱哭 然後後來那個 蓋小姐就自己來後面 然後她就看見我說 什麼啦 我為什麼哭了 然後沒事沒事沒事 然後她就開始抱我 超感動 很感動 然後結果後來我快下班的時候 她就過來跟我說 我告訴你 我們一起去吃冰淇淋 超感動的 網友可能會不懂為什麼吃冰淇淋 會那麼感動 因為冰淇淋在我們那邊 是一個很神聖的食物 我們心裡不開心都要去吃冰淇淋 開心也要吃冰淇淋 因為我那邊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而且那冰淇淋是就被譽為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 對 Canyon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一個觀光小鎮 很多禮物店 然後每一間禮物店都賣一樣的東西 因為那其實不像阿拉斯卡 對那個就是 就是給觀光客去的 然後觀光客也住在那邊的 Cottailing 對 然後那邊有一家冰淇淋 非常好吃 我記得我那時候最喜歡吃的就是 冰淇淋 其實很像口香糖 不過我當初就是因為它很像口香糖 我才喜歡吃它 妳也蠻詭異的 蠻詭異的 就那時候我 看我家小狗死掉 那時候壓力也有點大 因為大家都走光 然後工作量就增加很多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公共場 然後用那邊用網路 然後跟捷克室有聊天 然後我就在那邊聊聊聊天 我就突然就接到電話 就我就得知這一次 然後我就突然 我就衝進一個房間裡面 我就突然爆哭 我就是爆哭欸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就他超貼心 他就進來說 Wen Chan Wen Chan are you okay? 我說 我說 I'm fine I will tell you later 然後 就還一直 就是一個鼻音 就是 因為我就哭得很慘 我出去了以後 然後 他們就得知這件事情 然後就 Gabby啊 報仇姐啊 時差姐就衝過來 報仇 就報仇 然後就說 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他們就說 你一定很難過 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那時候 至少不行 因為我隔天要上早班 然後就時差姐就說 要陪我走回房間 然後他就走回去 然後就報仇 然後我就說 但是沒關係 如果要需要配套 我可以 就過隔幾天 我還是在那個 很難過的情緒裡面 然後 Gabby就說 Wen Chan 你知道嗎 我做超多那個鬆餅 你記得那時候 他說超多鬆餅 你就把那鬆餅都吃掉 你就都吃掉 用這種表情 我就覺得超感動 Gabby真的是天使 我就覺得很被照顧到 就很可愛 雪小姐 因為雪小姐是櫃派 然後他都會留餅乾給 我就即使我不在 然後他就留一塊餅乾 然後跑到我廚房後面那個地方 然後可能我不在 他可能就跟那個 Emenda講說 這個是要留給Sham的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Emenda就跟我講說 你們那個室友實在是人太好了 他就留餅乾給你 他好貼心喔 他也很會照顧別人 對 而且我那時候從 跟Milash那一次玩ATV回來之後 因為那天很冷 晚上非常冷 雪小姐說怎麼樣好玩嗎 我說很好玩 然後我說你會不會冷 我說還滿冷 他就立馬倒一杯熱水給我 立馬衝取到了 熱熱水給我 他就是很貼血人啊 對 就是你那天回來 然後我就在那邊 躺在床上 然後我 就是我那天就是很難過的那一天 喔就是你搞死掉 對我 天啊我不找的情緒 沒有因為你那時候就很開心 你不是那時候很開心 在那邊回來 對我那天我的ATV真的超好玩的 因為你很順對不對 我超順的 因為他超不會 你超不會看 我超對不起我同事了 開ATV是就是大家聲明遠播啊 我ATV的技術在那邊全部人都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玩ATV的時候 是兩個導遊同事 一個是塞爾維亞人 一個是捷克人 然後我就一直出trouble 然後他們兩個就要一直來下車幫我看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我拖累整團的人 然後可是他們最後兩個 我覺得還很好 然後不收我們小費 雖然我不知道我在背後不要這樣講什麼話 後來有事就是要玩賽白賽 賽白賽就是兩個人做的 然後我跟他一起 然後就開始他開 然後最後回來的時候我開 然後我又一直出trouble 而且重點是那個塞爾維亞男子 還衝到前面跟那個前面的 帶領的人就說 欸我覺得學院真的不會開車 可是我後來 我後來我剛講的很冷 那天玩玩ATV那天 我超級順到爆耶 從頭到尾沒有出任何問題 可是我後來又有玩一次ATV 我整個大摔車超自責的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覺得壓力夠大了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我在那邊再摔車一次 然後我會害那個導遊被罵 後來他就一直說 不是你的錯不是你的錯 但是我覺得他心裡會一直想說 你怎樣啊 沒有問題啊 我說果然 果然名不虛傳啊 這技術 就是在ATV界非常有名啊 famous啊 你那時候期間對自己超沒有自信 那時候很自卑啊 真的是沒有自信到爆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都會覺得 就是我惹惱很多人 因為我都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話 那你真的進步很多啦 後來就真的也會表達你自己的想法 因為你以前超不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就我們有冷戰 他起床氣你知道嗎 我覺得莫名其妙 他就不爽我 因為他一起床氣好high 然後我就不喜歡這麼 我就沒有辦法那麼high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有什麼激烈的吵架什麼 我們都還蠻多溝通 其實在阿拉斯加覺得到最大一點就是同理性